大家好我是奔小厨 今天在家自制椒盐 顺便分享一道椒盐鸡爽 希望大家会喜欢 先先碗粥浆10克花椒 3克小茴香 倒入清水 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给它玻璃出来 直接加入到锅里 先中火把它的水分炒干 看朋友们留言 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我是四川的 像我们四川都是吃麻辣的 所以说花椒陪伴我们从小到大 感觉它做什么都好吃 现在是炒了三分钟的状态 加入20克白芝麻 30克食盐 继续小火慢炒 传统的椒盐是只炒花椒跟盐 我加了一点小微香跟芝麻 这样子会更香 像这样子芝麻是金黄色 这个盐是淡黄色就可以了 关火 烙起来放凉 全程大概炒了8分钟 放凉后倒入干净的案板上 事先准备一颗820的酒瓶子 事先准备一颗820的酒瓶子 然后来回的这样子给它碾压 碾压碾压 现在的颗粒还比较大 先压成这样 给它过滤一遍 这样过滤一下椒盐就会非常的细地 我们的椒盐粉就做好了 特别的香 加入到调味罐里面 好了像这样子密封保存就可以了 今天我就用椒盐 分享一个椒盐鸡爪 先把鸡爪的支架剪掉 这个会比较腥 而且很脏 然后对半切开 像鸡爪除了我婆婆不敢吃以外 我们一家人小孩子都特别爱吃鸡爪 装清水中清洗干净 冷水下入鸡爪 冷水下入鸡爪 加入姜片 冲结 适量料酒大火煮开 水开后平去浮沫 再煮两分钟 好了关火 我们到前期洗干净 锅中倒少许食用油 下入冰糖炒出糖色 然后倒入清水下入鸡爪 加入一勺盐 两颗八角 香叶 适量生抽 一点老抽 烧开后转小火 滷15分钟让它放色 差不多滷成这样子的颜色就可以了 不用特别的深 捞起来控干水分 锅中倒油 油多一点 烧烈后撒用酸粉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油温5滤纯热加入鸡爪 鸡爪 转火慢打 炸至这样颜色金黄色 表皮有点酥脆 先把它捞起来 然后我们把油温升高 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 再下入鸡爪 炸至8-9秒就可以了 现在是非常的酥脆 锅留少许底油下入蒜末炒香 下入芹菜粒青红椒粒 炒出香味过后下入鸡爪 少许椒盐 再加一次 再加一次 像这样子椒盐包裹的鸡爪就可以了 包裹 一道非常好吃的椒盐鸡爪就做好了 鸡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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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吃的 好棒啊 妈妈 这个鸡爪太入味了 我要吃好多个 形容的很生动 对呀 我最喜欢吃鸡爪 但是饭要吃完 听见没有 对